日本拳团的东方不败 职业生涯唯一一次败季 遭日本同胞打断鼻梁终结 先来看看他的战绩有多恐怖 这青一色的绿色 头一次发现原来绿色也是如此大发 他是K1赛事上的魔鬼拳手 初代天王都要靠边站 他是现任K1超羽量级冠军 和前K1羽量级冠军 K1超轻量级冠军 也是K1历史上第一个且唯一的三重冠军 什么台群道和空手道 都是这位太子爷玩剩下的 他被认为是这项运动 现代史上最伟大的运动员之一 多多关注和长按点赞 让我们走进今天的故事 钱文说了四川五尊的地位 以及那不被打倒的强大实力 但是要说他最易难平的一场比赛 便是他职业生涯中的屈辱一战 也是他整个职业生涯中的唯一败季 2012年6月是五尊职业的第九场比赛 一路扶摇直上的他 没想到遇见的这一位积极无名小将 能把他连胜不败的战绩打破 同样打破的还有他的千秋梦 让他的完美有了一丝裂痕 对手金谷又熙是个不入流的选手 而金谷职业生涯也仅此一次 踏上这个赛事的擂台 当时的五尊正大红大紫 但又因为年轻稍显稚嫩 狂的没边的五尊被他教训了一顿 老实了许多也强大了许多 说金谷又熙是五尊的贵人也不为过 赛前对视阶段两人凶神恶煞四目相对 眼神好像都在喷火 比赛开始后两人的进攻欲望非常强烈 五尊因为胆大 对金谷的攻势指尽不退 拳腿是很重 但是都没有对这位大哥造成较大的威胁 相反金谷一直在寻找机会 表面是在忌惮五尊 但心里背后却如同蛇蝎 眼睛毒辣出拳快准狠 一击便能打中五尊要害 这样的五尊一系列动作就显得小而磕许多 瞧 金谷找准一击便开始疯狂输出 五尊被打得依靠围绳毫无还手之力 在试图反击之时连续被对手的直拳挣砸面门 多次双脚劣切不堪 战斗战不稳 接着又是一轮加大进攻 五尊被砸倒在地 鼻血横流裁判强毒 还没缓过两秒 五尊虽然很强势 依然和对手拼死拼搏 但无奈根本不是金谷的对手 只能生生地硬扛金谷的重拳 靠谷重坚 Kyotaには勝負か Kyota選手も散らしたい Kyotaもできる選手なんで ちょっとうまく誤魔化してもいいかな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ね やっぱり気持ちが強い分行ってしまうんですよね 自信があるでしょうね これもロープに詰めて膝も繰り出してきます Kyotaに Kyotaが苦境に陥っています 得意のローキックから膝ですが さらに左のフォロー 筆血越流越多 武尊扛過了全程的挨揍第一回合 デビュー以来中丸さん最も苦しい感覚がありましたね ここまでちょっと追い込まれた Kyota選手初めて見ましたね 残り時間が少ない しかしKyotaのプレッシャーが強力です 右左 五尊学級 的鼻梁被打断 为了避免发生人身事故 不得不提前结束比赛 武尊被气得垂地 但是他的武德不错 尊重对手 尊重自己 在TKO武尊后 筋骨玉希再也没有其他的消息 就此销声匿迹 深藏功与名 似乎就此隐退了 而武尊在此战过后 开始了强爆发 没再让人欺负过 有人要说了 武尊不就是一个 地头蛇样的存在吧 在自己国家横行霸道 也没看到外战战绩有多牛 几乎没踏出日本打过比赛 远有话想说 人各有志 宁做鸡头 不做凤尾 这是这位王者的人生教条 能做上PVP的榜单 也不见得他的实力有多参加 你对此怎么看 好了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